嗨 大家好 我是喵士忌 因為今天時間很多的關心 睡了 把他們剛剛沒有講的東西要講一下 就是他們剛剛找到兩位很不錯的後台 後端 一個是阿嬌 然後一個是阿田 這一定要Cue一下 然後還有早上他們忘記要感謝A雲 這個東西要補充一下 然後剛剛不是那個VS大腸花 你們會大腸花嗎 什麼 力道這麼弱 這樣是不是沒有喝 好 大家好 那我回到主題好了 就是這個是宇昌的新的專案 它是要去抓法院的判決書 為什麼要抓法院判決書呢 它在之前的黑客聰有跟大家講過 但是因為有些新的朋友來 所以我就再講一次 就是我們現在在司法院法律資料結束系統上面 如果你要查到判決書的話 你必須要打像這樣子 判決字號102 某一個字 然後某某地方法院 第幾號到第幾號 然後才能開始去找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找 譬如說 PM5 他想要告誰 或者是高村長告誰 那你就必須要把每一個地方法院都選起來 然後每個都去找一次 然後每一年都找一次 這樣很麻煩 因為他可能過去的15年之間 他只高過兩屆 那你就 反正就很辛苦就對了 所以說 我們就 像這樣子 你就會找到 喔 好 那102 年 數字第 某某某號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 然後這樣才會有主文 所以說 一開始語昌的想法就是 喔 那我們就大家來當爬聳吧 爬下來這樣 所以我跟Tiang 就 努力的爬 就從1996年一步 爬到2015年 大概爬了20GB左右的資料下來這樣子 好 那有興趣大家可以來看 怎麼避開司法院的阻擋 去爬資料 因為他們有 索IP 就是某個IP 如果一直去抓資料的話 他就開始擋 擋住一天左右 然後第二天又把它開放 所以說 其實有很多方法 那 抓到資料之後 除了全文檢索 讓Google比較方便爬到資料以後 你就可以用Google去查高增長 告誰 這種東西之外呢 我們還希望可以做到一些NRE 的東西 就是說 比如說你要把被告的名字 原告的名字 共同指定辯護人的名字 然後他的主文是什麼 就是違反了什麼 什麼條款 被判了幾年 可能都抓出來 這樣子可以方便我們做一些量化的研究 大概是像這樣 也就是說 我們大概可以想要回答以下的問題 但是不限於 歡迎大家幫忙填這個Hackpad的 告訴我們還有哪一些比較值得看看的資料 比如說 一年之中到底是不是二月 大家還忙著要過年 所以結案節特別快 還是說 月初還是月底是加年高峰 還是月中 這東西其實是有麥洛格群的 對 然後哪個法官總是會判人家申訴 然後哪個法官總是會判人家敗訴 或是說哪個辯護律師的 公司的辯護律師的勝率比較高或比較低 都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或是說 誰一直告別人 誰一直被告 哪個人一直在告哪一個人 他們從那個graph mining上面可以把它賣出來這樣子 或是說 哪個銀行發的支付命令最多 比如說 國泰司法銀行多還是財信銀行多呢 那他都是發出負命令都是多少錢 或是說 你可不可以從那個支架裡面爬到說 有誰 不是銀行 但是卻一直發出負命令讓人家付錢的之類的 對 或是說 欸 同樣一個法條 為什麼有人貪污判無罪 有人貪污判十年 然後 貪多少要判無罪 貪多少要判十年 這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爬出來這樣子 那 大概要做的事情就是這些 然後還有就是有平息表 這只是今天才知道的 平息表 聽說是每天會更新 然後 更新完 今天過完 它就把它拿下來 就再找不到了 所以也就是那一天看什麼停 沒有留下歷史資料 或是不知道他們自己有的 它沒有開放出來 所以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會去做的事情 那我們是要找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 要找喜歡爬文字的 熱衷Peta mining的 然後對 Elasticsearch 或是Kibana 有興趣的 一起來研究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要請 做法院一定要送茶葉的啦 我不是公務員可以拿 我們今天好像有那個 Big Law 的作者 到底 Open Source 了沒 趕快 對不對 Big Law 的作者 有沒有 Open Source 了 趕快大家就可以接著很多議席